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伊林名模因其前年被执击于身价10亿,台中高明经纪总经理张氏与富美,恋情因此曝光,今又传出两人下月将在台中举办婚宴,因其今出面受访,正时将在下月出嫁,原本只想低调与至亲分享喜讯,但因消息曝光,之后会在周密计划婚宴,邀请亲友参加, 他因其露面手上不见婚戒,他笑说,因为我真的觉得婚姻就是平常的小日子,婚戒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,人才是。 他也坦言,准老公和前妻育有一女,女儿仍在念小学,跟他们家人都要一起相处,小孩年纪还小,要保护他,虽然即将假进豪门,但他不觉得有压力,因为我相处的是这个人, 他这个人蛮平时的,相处上没有压力,而且钱够用就好,我当初跟他交往也不是因为他的身家,是我们相处得来,他很无实,但他愿意为了我偶尔浪漫。 张士宇在和他交往不久,就不断向他求婚,但他直到上个月才点头答应,一开始想说可能要先观察,毕竟女生嘛,会答应是因为三月的时候,他有带我妈,我哥全家去日本玩, 这次他在求婚的时候,还说已经征得我妈妈的同意了,才敢求婚,那我就觉得他的思想已经很周全,他就是对的人,提到喜欢准老公的点,殷琦甜滋滋地说,他很孝顺善良,也很上进,很努力工作,因为我也是个很努力工作的人, 所以希望将来找兴趣相投的另一半被问准准老公真正打动他的部分,殷琦表示我觉得应该是孝顺吧,因为我觉得孝顺的人都不会太坏,因为我是个妈宝,很多事情都会提到妈妈,有些男生听到可能觉得怎么这样,但他就会把我妈妈也当成家人,让我觉得他对家庭观很重视,他也先掳获我妈妈的心, 通常掳获妈妈的心都会掳获我,至于做人计划,个性传统的他低调娇效要按照顺序,强调先结婚后,才快计划,殷琦,又,正式夏月宇高明经纪总经理张世宇,左,结婚,一连提供,殷琦,左,正式夏月宇高明经纪总经理张世宇,又,结婚,一连提供,殷琦,左,正式夏月宇高明经纪总经理张世宇,又,结婚,一连提供,殷琦, 左,正式夏月宇高明经纪总经理张世宇,又,结婚,一连提供,殷琦,左,正式夏月宇高明经纪总经理张世宇,又,结婚,一连提供,